- 相信大家這兩天在社團上面都有看到很多人在討論 好事多現在在特價的UE藍牙喇叭Wonderboom 正在特價 然後我跟Villy討論一下 我們決定呢,要去將這兩支喇叭買回來 然後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看一下就是說 它跟我們的HomePod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現在不多說 直接出發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U1那個Wonderful 在好市多有黑色還有藍色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要挑的就是黑色這個版本 那一個是好一點的 那看起來好一點 它現在的價格在好市多是賣3999 然後它原本在蘋果官網一顆 單一一顆要3190 然後非常划算 因為等於說這一盒 3190如果你算3200的話 等於說這一盒原本的價值要6400 那現在只要你用4000塊的價格就可以買得到 那我們現在就拿去結帳 然後晚一點再開箱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剛剛就是去好市多 把這一台藍牙喇叭給買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封面 它這邊就是寫的很簡單 就是Ultimate Ears的品牌的耳機 不是 品牌的喇叭 然後旁邊還有寫著Wonderful的型號 背面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有說 它有10個小時的使用電量 然後還有防水 防摔落 1.5公尺的防摔落功能 那兩顆還可以一起配對 旁邊就是一樣 就是它的LOGO 然後另外一邊是喇叭的形狀 跟它防水的樣式 這個很緊 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就是兩顆的包裝 不是重新設計過的 而是直接加兩顆放在一起 我們這次選擇是兩顆黑色的版本 這個就先放旁邊 那它小盒的外盒呢 就是跟剛剛的也很像 背面也是寫10小時的電源 然後有360度的環繞 跟防摔跟防水 旁邊也是跟剛剛長的一模一樣 那我們先來開這一顆 把上面割開 OK 底下沒有 從上面把它抽起來 然後 這個直接這樣 前面還有一張膠帶 把前面給它割開 OK OK 所以它應該就是直接把它掀起來 我們看一下 就是一顆這樣子很完整的放在這裡 它其實蠻大顆的 我覺得 就是 跟拳頭差不多大 然後拿起來的時候 這裡有個小掛繩 掛在這裡 把它給移出來 放旁邊 然後這裡有寫 它連說明書都免了 這裡有寫它的開機方法 然後還有它的按鈕的操作方式 它底下 有個小開口 那裡面應該是放 它的配件 USB線什麼的 對沒錯 這裡有USB線 有一盒線紙 看到嗎 OK 好 一般的 一般的 使用說明 讓我們看一下 它提供的線材 Micro USB 講真的這個年代 還在用Micro USB 真的不應該 不是應該換USBCL 然後 你覺得 這個黃色的線 配這個 黑色的喇叭 覺得好看嗎 如果覺得好看 都不好看 就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 它最頂端的上面 有寫著U1 U1 它的全名 它是一個做喇叭 還有耳機的品牌 然後這個上面 這個部分 這裡有個小小的 吊繩 你可以綁你的鑰匙圈 還是什麼 或者是直接把它掛在背包上面 也可以 然後 上下兩個部分 都是用 還蠻光滑的矽膠做成 那 它有提供就是 IPX7的 防水功能 那它官網上面是寫說 你可以使用它 在淋浴間 或者是在雨中 或者是泳池都可以使用 那它的IPX7的定位呢 就是說你可以在水下一公尺聲的部分 使用30分鐘的時間 那超過這個時間的話 可能就是會進水 然後你看它邊緣 都是有做這個 這個編織布的材質 那上面兩個按鈕 一個是開機 然後另外一個是配對 然後大聲小聲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 後面的部分 你應該可以看到 這裡後面有一個 接孔的蓋子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 打開之後呢 這裡就是一個 充電孔 打開後裡面有一個充電孔 但平常蓋起來的話 才會有防水的作用 最好就是把它壓緊一點 直接來開始配對 首先就是先開機 那就是按上面這個按鈕 這是它開機的聲音 配對的方法就是跟一般的 它上面有一閃一閃的 藍牙喇叭一樣 就進到藍牙 然後找到你的裝置 這是50%的音量 大家聽一下 它的低音還算OK 然後人聲也不會到時針的部分 這是50% 那我們開到75%看看 很大聲 很大聲 這小小一顆很大聲 然後 再來是100% 100% 很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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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 它小小一顆 幾乎可以快要跟HomePod差不多一樣的音量 它真的 哇 非常讓人印象深刻 這個音量 不過它到100%之後 就會有一點點失真 所以這種喇叭最好就是在很寬敞的區域 就是不要在室內使用 在室外使用會比較好一點 它的按鈕呢 在這上面 有一個Ultimate Ears的按鈕 還有一個配對鍵跟開關鍵 還有這個大小聲 那如果說 我們直接 單按中間的配對鍵一下的話 這個是播放暫停 按兩下就是下一首 它就會跳到下一首 然後三下上一首 兩顆要配對的話呢 你就是把兩個U1的LOGO都給它按下去 喔 兩顆配對在一起了 有沒有聽到 那如果你本來就有配對其中一顆的話 它這兩顆配在一起 你這邊就不需要重新配對 那我們來聽聽看是怎麼樣的效果 我把它拍開一點 這是百分之五十 好 我們再聽聽看是百分之100 然後我們再聽聽聽看是百分之一百 50 我們現在就是拿這顆黑色的HomePod 來跟我們的WONDERBOOM做比較 這是HomePod 50%的音量 在桌子的位置 把它冰音出來了 冰音就是雜子 我們現在換到 UINWONDERBOOM 有差的 它的低音確實會更差的 畢竟它的單體比較大 它本身有6顆喇叭在運行 所以6塊7顆 它本身有6顆喇叭在運行 我們現在直接換過來給大家看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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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就是給大家做了一次 HomePod跟WONDERBOOM的比較 那我們也都知道就是 其實根本沒有辦法比 因為價錢上 一分錢一分貨 他們的價錢真的差太多了 畢竟HomePod一顆一萬二的喇叭 跟兩千塊 兩千塊的喇叭比起來真的沒有比 那我們就找了這個小米當初出的小鋼炮萊牙一箱二 來跟大家做一下比較 它的價錢當初也是一千出台幣左右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聽聽看這個小米的小鋼炮聽起來是什麼感覺 這是50%嗎 這是50% 50% 確定嗎 確定 我覺得你不可以去比 你看它的大小 它大小將近只有它的一半 對 這是50% OK好 這個 好尷尬 100% 100% 然後150% 不是100% 大家聽一下 然後再聽一下這個 這是50% 不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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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不到50% 這大概47% 我再比一下它的50% 這樣才15% 我再比一下它的50% 真的 差得有點多 我真的願意貼一千塊去從這個變這個 真的 差太多 差太多了 那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整個使用體驗下來 它的幾個優點就是 它的價位 在好士多現在非常便宜 只要3999 然後 可以拿到兩顆 你可以拿到兩顆有辦法配對的音響 然後呢 就是 這兩顆分別都有1.5公尺高度的防摔 加上它有30分鐘 在1公尺水深的地方進行防水 所以你可以把它帶到海灘去 遊玩都沒有問題 然後 它的缺點是 它沒有辦法 用麥克風 然後它沒有辦法選擇自己要左右聲道 或者是你要用什麼樣的音場效果 那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低價的壞處 所以說 3999 你覺得值得還是不值得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這就是本次的開箱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了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記得要去把底下的鈴鐺鈴打開 來取得第一時間的更新 這裡是AppleFence 我們下部影片見